让靠靠的身体不学习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弟兄姐妹平安 神的话说 凡劳苦但中淡的 可以到祂这里来 祂就使你得享安息 今天邀请你在敬拜之前 把我们的中淡带到神面前 用我们的敬拜 来交托仰望 在这位爱我们的主面前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献唱 我认识的你是 无穷尽的慈爱 我认识的你是 良善 我认识的你是 永远不会失败 我认识的你是 万物的主宰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就算红水 把我的视线淹没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因你坐在宝座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你的公益和心事 从不落空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我并信心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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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阿爸父 我认识的你是 我认识的你是 满天难以稀数 我认识的你是 随时的帮助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还是会难过 还有忧伤的时候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日子不总是好过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你牵在他手中 有时候总有时候 你的时候我等候 牵引我每个脚踪 如冰光直到午后 独立头 又算什么 你挂命为我存留 要成就几周 即生永恒的荣耀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还是会难过 还有忧伤的时候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日子不总是好过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生命的荣耀 生命的荣耀 有时会那么难承受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你牵在他手中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就算洪水把我的视线淹没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生命的荣耀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你的功力和心事从不落空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我平息息而活 不管怎么 我为你活 主啊我们把我们人生当中所面临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还有问题 交托仰望你 主啊我们人总是在寻求对与错是与非 什么是我们应该走寻的路 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选择 主但今天求你把一个更新的眼光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每一个判断之前 先来求问你 先来仰望你 求你来光照我们 用你的话引导我们走正义路 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将祷告 封靠我主耶稣宝贵的生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十节到四十四节 耶稣宝贵的生命之后 耶稣宝贵的生命之后 在医生手里花进了他一切养生的 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 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碎子 血肉立刻就止住了 在我的幕会现场 有时候我会遇到弟兄姐妹来找我祷告 他们带着为什么而来 也就是说 在祷告之前 先把为什么排列好 然后才要我祷告 比如说他们会说 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事 为什么还没得一致 为什么别人如何 我却如何 其实如果真的要问为什么 那么今天的经文里 那位血肉十二年的妇人 或许更有资格问为什么 因为她花光了所有的钱 这疾病完全没能治好 而耶稣好不容易来了 却不是为她而来 如果是我 内心一定有许多 为什么 人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紧抓着为什么不放 而事实上 为什么并无法医治与释放你 无法解决我们的难题 或者人生困境 反倒成为最大的拦阻与营垒 因为其背后 就是认为神不公平的意念 事实上 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见 许多有资格问为什么的人 比如说 为什么我都75岁了 却没有儿子 还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你知道这是谁吗 或为什么 我的哥哥们要害我 把我卖到埃及 我的祖母又陷害我 将我下在监狱里 你知道这是指谁吗 或者 为什么 我整夜劳力 却一无所获啊 或 为什么 我是瞎眼的 我只能向人乞讨啊 你知道这是谁吗 或者 为什么 我的未来 是伸出手来 被树上带着 被带到 我不愿意去的地方 而他呢 这人将来如何呢 让我告诉你 我们所需要的 并不是一项 令我们满意的说法 因为 我们永远不会满意 我们所需要的 乃是将自己 带到耶稣的面前 寻求帮助 并且 别让任何事物拦阻你 我们再次回头来看 今天经文里面 这位写漏 已经十二年的妇人 她要来到耶稣那里 并不容易 因为有太多事情 可以拦阻她了 比如说 她的身体 一定非常的虚弱 第二 她还必须穿越 拥挤的众人 第三 她甚至必须胜过 负面的情绪 或者自我控告 圣经里头 有许多得医治 被释放 生命改变的原因 都是胜过拦阻 来到耶稣面前 寻求帮助 比如说 马可福音第二章 一到五节所说的 过了些日子 耶稣又进了加百农 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就有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 都没有空地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 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 不得进钱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 拆了房顶 自己拆通了 就把摊子 连锁躺窝的路子 都垂下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小子 你的罪赦了 这里有很多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上次来加百农 有这么多人得医治 我却不在得医治的行列中 对这个摊子来说 为什么我无法走路 只能躺在床上 为什么耶稣不到我家里来 我是个摊子 是要怎么去找耶稣 而你就看见 他们没有留在为什么 他们就是胜过重重的拦阻 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帮助 看另外一个例子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四十六到五十二节 这里说到了耶利哥 耶稣同门徒 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讨饭的家子 是迪满的儿子巴迪满 坐在路旁 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 就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有许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 说叫他过来 他们就叫那瞎子 对他说 放心 起来 他叫你了 瞎子就丢下衣服 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 瞎子说 拉波尼就是夫子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为什么 并无法解决 巴尼买的问题 而巴尼买 所带出来的就是什么 无畏重重的阻碍 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一开头说 有些弟兄姐妹 明明要来找我祷告 却把为什么 先排在前面 我要问的是 如果你的为什么 没有得到 令你满意的答案 难道你就不祷告 不寻求了吗 我们所需要的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 胜过一切的阻碍 将自己 来到耶稣面前 来寻求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人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紧抓着 为什么不放 事实上 为什么无法 医治与释放你 无法解决 我们的难题 或人生困境 反倒成为 我们最大的拦阻 与营累 其背后就是认为 神不公平的意念 让我们今天 来放下 所有对神的质疑 放下所有的 不满情绪 真实地来到 这位公义圣洁的神 全然信靠 祂的属性与作为 相信祂的带领 一同来祷告 祈祷 alten 快去带领 遏速 一同来祷告 祈祷 主我们感谢祢 祢是那位爱我们的父神 主当我们遭遇困难 疾病 跟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时候 主我们常常内心充满疑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为什么要经历这些苦难 主啊 但是然而圣经当中 有许多的人也曾经问为什么 主啊 但是他们总是用他们的行动 来救进你 像那位血漏的妇人一样 她花尽了所有的钱 她无法得到医治 但她来到耶稣面前 摸了一赏坠子 她的血漏就止住了 主啊 瞎子巴迪买 主啊 她经历过无数的阻碍 她跪在路边祈求耶稣可怜她 耶稣叫她起来 她立刻就看见了 主啊 因此我们所需要的 不是一个令我们满意的说法 主啊 我们需要的是 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 主啊 让我们不再的 我们的祷告不再是求问 为什么主 为什么主是这样 主为什么是这样 而是主啊 我们要胜过一切的阻碍 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耶稣的面前 经历主啊 你应允我们的恩典 主啊 经历你在我们身上 所实行的能力和拯救 主啊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 来寻求你 主 谢谢你 主啊 我们真实来到你的面前 当事情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结果时 我们会失望 会有很多的不满 会有很多的怀疑 心中有许多的冲击 有许多的为什么 为什么努力还是这样 为什么我这么相信你 还是这样 主 求你怜悯我们 我们可能只认为很相信你 但其实我们只相信你有没有赐福我们 上帝啊 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 甚至高过我们的意念 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是要叫我们莫后有指望的 上帝啊 求你再次复兴我们与你的关系 说我们不再自己筹算未来 上帝 你知道我们累了 求你亲自兼顾我们 赐力量给我们 说我们对未来继续抱有希望 因为你是这样计划我们人生的 你是良善的神 谢谢你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项令我们满意的说法 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满意 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将自己 带到耶稣面前寻求帮助 让我们今天来为自己祷告 如果有什么拦阻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 无论是怀疑 不信 负面情绪 软弱 我们都求圣灵帮助我们来胜过一同祷告 阿们 因此你也忘了 是的 亲爱的主 我们赞美你 是的 主 我们赞美你 我们仰望你 哈利路亚 是的 亲爱的主 我们赞美你 因为唯有你 是我们的帮助和拯救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让自己一直深陷在怀疑不幸 负面的情绪里面 让我们能够将一切的怀疑 跟痛苦都带到主你的面前 寻求你的能力来复辟我们 因为唯有主你才是我们的避难所 能让我们脱离这一切谎言跟苦毒的挟制 主啊 我们知道生命的源头就在你那里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我们也不在黑暗里面走 恳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转向神 愿神开光我们的心 我们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靠主得胜 谢谢主 主啊 今天我们要凭着信心 要穿上你所赐我们的全副军装 奉主的名宣告 你完全的救恩都能够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 主你的真理必要使我们自由 求你以能力来为我们束腰 使我们能够跳过仇敌的墙原 因信称义的恩典 使我们不再受仇敌的控告 因为在基督里面 你已使我们诚意 主啊 坚固我们的信心 面积二者一切 射向我们的火箭 因为我们知道 若抵挡的魔鬼 魔鬼就必逃跑 并且我要紧紧来来 跟随主你的脚踪 要来穿扬住你平安的福音 因为这是神你要告诉我们的 主 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年一起参加 祷告大军的弟兄姐妹当中 有没有人有疾病 困难 人生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将你的问题 带到耶稣面前祷告 单单依靠祂 相信祂 求耶稣的医治临到你 释放你心里的压力 求神赐给你智慧 来面对困难 好不好当我们一同 带到耶稣面前祷告 不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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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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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 主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因为我们知道祢的心意乃是渴望医治 主 我们把刚才每一位弟兄姐妹 若是她是为了她的病痛来仰望祢的 主 我们求祢照着她的祷告 主 祢亲自安慰并医治祢的儿女 主 因为祢的心意是不愿意任何一个儿女 因着疾病而落在痛苦之中 主 祢的话说 当我们在苦难中呼求祢 祢必拯救 医治我们脱离死亡 主 虽然有时候许多事情 为什么发生我们不明白 但我们全然相信祢的能力 祢做成地上的一切 主 我们祈求祢使这些人得着意志来荣耀祢 就如同祢使拉萨路复活来荣耀祢的名一样 主 愿我们的祷告照着祢的旨意跟时间 来成就主 我们仰望祢 主啊 祢承担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忧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当我们回转向祢 我们就必脱离罪恶蒙拯救 祿祢的生命也得着救赎 当我们灵性蒙救赎可以带来全人得医治 以祢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主 我奉祢的名宣告 疾病的权势要在我们的身上 无权 无分 无地位 主啊 祢告诉我们可以放心 虽然世上有苦难 有许多人生的问题 但是这一切祢已得胜了 主 我们胜过这一切的环境 也是我们的信心 主啊 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信心 主啊 祢的复活是我们活泼的盼望 祢的得胜成就了我们的得胜 祢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赞美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主啊 我们全然的信靠祢 单单仰望祢 我们要将自己带到祢的面前 崔庭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们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就算洪水把我的视线淹没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让你坐在那座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你的同意和心事从不落空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我平行行 就算洪水者 这是家里联合的 你 所以我们分析 宝贵圣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